Hello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来西雅图的第四天了 今天早上我们准备去西雅图的动物园看一看 然后就准备回温哥华了 今天还是下雨 这里是路口 路口还挺小的 现在先来看长颈路 它这动物园面积好大 就是给动物足够的活动空间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这里是非洲馆主题 现在能看到的是斑马 但是 目前只有看到这只斑马跟林羊 这是很珍贵的鸟 哦 我看这种 这边是黄色的 哦 在上面黄色的 哦 它会踏到两窝屋里面 哦 在上面有它的两窝 嗯 它大被它拍起来 长颈鹿没有啊不 长颈鹿啊 看一下长颈鹿的 看到长颈鹿没有 带小宝宝来认识一下动物 哇 这只犀牛好大 两头小犀牛 这个是什么 犀牛 它就普及这个保护动物的这个知识 现在已经在娶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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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猴子吗 看这个什么东西 看猴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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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下来下来 哇满蛇 它怎么不动啊 动了动了 它在睡觉 看下一个 蛇不明啊 中边都是人睡觉 这里面有什么 夏天才出来 那边往下看 今天的动物都很安静啊 看到脸子 那边看到脸 这里的小动物好幸福啊 还搞了个 床给他们 有水 有山 有树 这种生活也很滋润啊 一只小乌龟 一动不动 哇这只蜥蜴跟这个 树木的颜色融合一体啊 好大 这蜥蜴好长啊 它那个腿好长啊 这里都是有主题的 刚才是非洲主题 现在来到澳大利亚的动物 那应该 哦 带鼠啊 带鼠啊 来带鼠走一走 这只蜥蜴要直接看我们 哦好看好看 这个好看哦 哇老虎啊 来看一下 一只睡觉的小熊 小猪猪在吃饭 小羊羔 老眼羊嘛 前面还有鸡鸡 哇好肥的鸡 是什么一只在叫 这还可以互动呢 嗯 没有声音 这就按一下 你就知道 这个动物怎么叫 好 小牛牛 上面有什么 哈哈 那你没怕 不疼 好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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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今天一直有雨 现在雨小了一点 好像很多动物都不营业 你都躲起来了 现在去纪念品看一下 然后就去找个地方吃饭吧 广告山 很多小动物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 嗨 各种各样的冰箱贴 一般出去旅游 我们都会买个冰箱贴 这样子纪念一下 选一个墨镜给小宝宝 看镜头看镜头 他手一直拿去捉 他觉得很神奇 要不要买这个啊 要不要带这个 要不要带这个 爸爸变什么 爸爸变黑色了 今天的动物园之旅 应该结束了 没看到什么动物了 主要是想让小贝比看一下动物 看他有什么反应 因为他还没有怎么见过动物 那一会儿我们就找个地方吃下午饭 然后就直接开回温哥华了 最后找了一家泰国餐厅 专修还是不错的 在这里简单吃一顿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加拿大了 加拿大的海关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去给了他一些证件 问了几个问题就放行了 银沛比起来简单的非常多 现在我们在列治文的一个餐厅去 准备吃一个上海菜 但是还要排队十几分钟吧 现在这里餐厅都非常先进啊 都是由机器人送餐的 我们就是在这家吃 排队很长 今晚就这样随便吃一顿了 吃清淡一点 刚才那家巨是上海菜跟台湾菜都有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摆盘也干净清爽 所以每次很多人都是我们来 都是满足的 还是非常推荐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记得订阅哦 拜拜 拜拜 拜拜